小小姐 先生 总想有点电话 靳哥哥 我有点不舒服 你能到医院陪我吗 马上备车 去医院 老公 可以不要去吗 离婚吧 你跟了我三年 我会给你千万 作为补偿的 为什么呀 今天明明 是咱们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萱萱回来了 她得了胃癌 她的时间不多了 离婚协议 我会找律师给你谈的 给你一周的时间 搬出一共款 不要做好不好 不要做 难送 好聚好散 我小心翼翼守护了三年的婚姻 抵不过卓萱的遗去 我回来了 既然是以这个名字开始的 那就以这个名字结束吧 阿俊 三周年快乐 再见 我离婚了 恭喜你啊 回复自幼权 郁总 夫人已经走了 支票怎么没拿 其实 你平时给夫人钱 夫人就很糟糕 那她的钱从哪儿来的 还送我这种价值不菲的印章 我不知道 反正夫人没用过你的钱 你去给我查清楚 如果真的是对手安插进来的 务必把人给我抓回来 好 农村出身 无父无母的孤儿 路难送 你果真如此吗 最新资讯 三天前 股票狂跌 濒临破产的南氏集团 被一位神秘大老板高价收购 南氏集团 起死回生 新总裁到底是谁呀 世男世女 到底什么来的 一点丰盛的美 别说咱那个 连管理村都不知道呢 难怪说神龙见手不见尾 希望是一位大帅哥 老一位八道总裁拯救我们 祝我你的春秋大梦去 来了来了 别来了 大 大小姐 嗨 好久不见 各位 新来的总裁今天到着 但这毕竟是南氏集团 我才是董事长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全听董事长吩咐 等他来了 哪不是给他个下马威 小宋 怎么是你 二叔 我活着回来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啊 小宋 你还活着 那当然好啊 你爸妈全下有知 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的 我也相信 他们会很开心 诸位 我既然回来了 我父母亲生 亲手打下的江山 自然由我来守护 你们都定一定心 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我南宋 绝不会亏待你们 竟然连半点踪迹都查不到 你干什么吃的 所有监控都查了 确实没查到夫人的踪迹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夫人确实来自末城农村 而且她的父母 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这么看来的话 使我想多了 陆小姐一个农村来的女孩 既然什么都不要就走 真是与众不同呀 玉总 你看啊 需不需要派人去夫人老家找一下 不用找了 既然她选择高峰两级的离开 那就成全她 玉总 蓝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 就是蓝家的大小姐 蓝家大小姐 嗯 她三年前不就死了吗 二叔你看一下 这是最新的人事变动名单 小叔 这些都是集团的老人啊 你一回来就撤他们的职 恐怕 输不过去吧 要不是为了查出爸妈车祸的真相 你也在这个名单里 二叔 男士现在可不养闲人 他们如果不撤的话 你就得撤 并且你在北江南下的那块地 也得卖 那可不行 那块地是我的宝贝 你爱撤谁就撤谁 我只要在董事长的位置 其他的随便地折腾 三年没回来了 为爱任性了三年 也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天上 会不会怪我 袁哥 今天晚上约不约吗 嗯 我今天 今天穿红色蕾丝 嗯哼 哎呀 讨厌 啊 你试一试鬼啊 不做亏亲事 不怕鬼敲门 南雅 我来 索你的命来了 啊 你没死 你走开 啊 匡骗我去爬山 把我推下山崖 造成失俗的假笑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我的布布 我衣服 你们住手啊 南雅你疯了吗 我的房间 被你这个烂人住了三年 是时候该清理垃圾了 清理得干净一点 东西坏了不用你们赔 我只要干净 是 大小姐 哎呦 大老天 这些干什么 你看他 干什么 清理垃圾 我五百万的古董花瓶 你就这么认了 小瘦 这玫瑰园我住惯的 我是不可能走的 习惯是可以改的呀 二叔 你住在这里 就不怕我爸妈 找你锁命吗 大过大少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 我爸他托梦给我 说那天车祸 是司机有问题 可是司机 是二叔 你招进来的呀 服输 车祸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说那个司机都死了 大子女 你可不能冤枉我 二叔 我跟你开玩笑的 别紧张啊 也别激动 你就踏实在这住着 我也会 好好地孝敬你的 我一定会救出你背后的人 我一定会救出你背后的人 爸 妈 女儿回来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也就不会死 爸 嗯 我都过去七年了 嗯 我还是喜欢那个人 你的妈帮去北城提亲好不好 好好好 是让你是努力女儿了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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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替你们找出 车祸的真凶 为你们报仇 小松 你前赴公布婚讯了 四日后迎娶卓 四日后 是离婚留伤走完的日子 郁静雯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静哥 你看好不好看 静哥 好不好看呀 阿静 你看 我新买的鞋子 好不好看 静哥 好不好看呀 好看 我觉得还显不出我的腰型 帮我再收一收 不好意思 卓小姐 咱们家的婚纱 都是需要提前三个月订做的 这件也不是您的哈尔原主的身材 本来就要比您风雨一些 这么说是我的问题了 还有 不要叫我卓小姐 叫我郁太太 没有您误会了 这件不行 就再换件合适的吧 这有毛病吧 屁伤那么多 一看就是小三上位 静哥哥 他们怎么可以说我是小三呢 是我先认识你的 陆南颂才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 旋旋说的没错 他不是小三 但他说陆南颂是小三 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呢 蓝松 你这奸人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受的 开起来 你这南颂也不知道 你这就有个牵der 你这只没求 看见到你 你那天 就把你买了 那天 他这样欺负我们吗 你现在身份地位可是好不容易才来的 他现在明显就回来报仇的 爸 你这是可不能轻易轻软了 放心吧 胳膊里不过大碗 他又真想找死 你就别怪我不顾叔子勤奋 这对妇女为什么如此普通 却能这么自信啊 你已回来就高强度工作 穿高跟鞋走了一天 真是厉害 不过员工看见您呀 真是信心倍增 太久没穿高跟鞋都不习惯了 我才三年没回来 公司怎么就乱成这样 南宁百搞了部门业绩竞争模式 取消了员工各自的KPI 吃大锅饭大家都不肯处理 我来帮你 我还是自己来吧 谢谢 南总 您回来了 真好 南宁市 你记一下 第一 南宁百在北郊盘下的那块地皮 不见高尔夫球场 我另有他用 第二 以玫瑰花为主题 推出新的珠宝系列活动 好 不过 玉士集团官微发了个视频上了热搜 您要不要看一下 我和静雯七枚竹马 曾孤鹿南宋 因为没见过世面 作为第三者插足 请大家不要骂他 我们对他无限包容 并调解 您前夫 简直是被那个狐狸精洗了脑了 竟然让官微发这种视频 说您是小三 您看 要不要通知公关顾撤热搜 郁静雯根本就干不出这种事情 这东西 一看就出自卓先之手 热搜不用撤 任性是要付出代价 现在头疼的 另有他人 郁静雯 在 bulk 领氓 郁总 视频是卓小姐让我发的 我们以为是您的意思 你以为 去人事部报到 郁总 热搜已经撤了 只不过 御市集团的股票 还有基金 都因此有所下跌 特别是御市vor子 刚刚推出的 一生一息系列 受到广大网友的抵制 网友们得知你是二婚 现在劝我人肉太太 恐怕太太安危 会有所影响 尽快找到她 是 刚好老夫人打电话过来 让你尽快回老宅一趟 好散 看什么呢 照片 南顺集团员工发出来的 南大小姐 有周面照吗 没有 照片消失了 太夸张了吧 背影都不可以存在 去查 是查南大小姐还是陆小姐 都查 我不相信有人会凭空消失 我也不相信 有人会凭空出现 是 刚才看了你照片正要动手 它就消失了 你干呢 我要是指望你的话 我早就被人肉了 你个小没良心的 刚才看了视频有点吸不过 小小的挖了一下 你那个情敌小三 真糟了 要不要哥哥替你报仇 这面具戴久了 迟早还被揭穿 就他这种身份 根本就不配我自降身段去撕 可你爱了郁建文这么久 他到处来取一垃圾回家 你能忍 阿远当垃圾回收站 成全他 放心吧 会有人教育他的 妈 跪下 跪下 瞧你干的好事 你是御事总参 扶你上位那天 我就告诉过你 切莫感情用事 可你一次又一次让我失望 对不起 这件事情 我会解决好的 你怎么解决 小宋随时农村出生 但他乖巧本分 人家任老任远地照顾你三年 比那个左轩好一万倍 和你偏要抛弃人家 他哪有那么好 我不管 把我的乖巧儿子还给我 大小姐 唐小姐关在房间一天没吃饭 骂了您一天 南牙 南牙 你准备了好东西 新出炉饱饭 我不吃 快 嚐嚐 尝尝 吃点 多吃点 呸 谁要吃你破馒头 死丫头 浪费粮食这么不乖呢 敢打我 你疯了 答案你是轻的 还敢说脏话 行 不吃吃了 那你就再饿着吧 饿死我 小样的你还想偷袭我 太嫩了 南松 我吓了你 我吓了你 郁总 查到陆南松的下落了吗 服务区找了司机说是去卓小姐那儿了 卓小姐 郁总 我花钱冲着热搜怎么都没了 大姐以后这种假新闻别找我们了 老子被骂了一天号都被封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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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在我面前就别装了 我本来就没打算装的 你来找我 不就是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儿子吗 我已经赢了 我已经赢了 你狗蛋跟你姑姑一样见 玉亚阿姨 我求求你 成全我和静哥 我是真的很爱她 我求你 小姐 小姐 起来 静哥 妈 你有什么事可以冲我来 小姐还是个病人 未来还能喝咖啡 我没瞧出她身体有什么毛病 倒是小宋又低血糖 也没见你关心过她一句 小宋 妈 我和陆南宋已经离婚了 瞧我儿子这无情的模样 和他爸一模一样 早知道千辛万苦生出你这么个人渣 我就不该生 儿子 你爸当年背叛我 害我缠了一双腿 你要是敢娶她 除非我死 快 静哥哥 这该死的老巫婆 可遇见闻 卓权的姑姑 抢着你父亲害得你母亲双腿残疾 你为什么非要娶她不可呀 你是不是练脑啊 渣男 喂 不是说要为我接风洗尘吗 就今晚我要喝酒 这多好孩 这不比你穿得像老胸脯的强多了 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你少喝点你酒量又不好 管我 没女人 伤得跳到我吗 你帅 你说就算 老虎的屁股你都敢握 真是吃了穷心豹子的 你这女人 他 不 小哥 我刚才 迷人了 太迷了 那为什么郁静雯就不喜欢我呢 要不怎么说他眼瞎呢 是他没眼光 行 以后我再也不会为一个男人改变我自己了 我要做回我自己 疼吗 本来是疼的 但是有你在就不疼了 委屈你了 静哥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和你母亲那矛盾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他总有一天会接受的 集团官微那条视频 是你让运营不发的吗 对啊 对啊 你不是同意了 要将我们的婚事昭告天下的吗 卓萱 我没答应你 你 你没拒绝 我就以为你同意了 对不起 我保证 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会 轻轻的 我到底怎么了 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想起那个女人 陆南宋的行踪 查到了吗 泰特的行踪好像全部消失了 我们雇佣的黑客 好像没有他们讲 废 陆南宋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兄弟 帮我查个人 查个人 简单 照片发我 我前妻 没有照片 你不都离婚了吗 你这看上去像是余清未了啊 少废话 帮不帮 帮 老战友的忙 我肯定帮 先不说了 我电梯到了 在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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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牛的 哎 小野猫 大嫂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我是在哪儿躲 不好意思啊 这位先生 不是吧 我妹妹喝多了 那个 我陪你啊 我会陪你的 你装上那个 她走不大之路了 哎 我陪你 大嫂 白瞎七少白鹿 她不是没有妹妹吗 这女人是什么事啊 喂 有结果了吗 不是干嘛 我查了一晚上 这人到底是谁啊 你发张网票给我 我结婚镇上有 这也太漂亮了 一看 这是贤妻良母型的嘛 等等 我好像见过她 我发个视频给你 众所周知 白瞎七少 没有妹妹 你说 该不会 那是她情人吧 我都要看看 她到底要耍什么花样 誰 正在我身上 还有更头疼的 你昨天晚上 吐了人家容秤小爷 富裕一身 谁让他调起我的 活该 活该吐他的 她住西士心号房 要我去看她眼 回头 我现在都走 谁呀大早上烦腐 这不是昨天晚上小野猫吗 找我什么事 是不是后悔了 来 听说我昨天脱了你一身 这是赔你衣服的钱 你吃我豆腐我打了你 我脱了你一身 陪你穿衣服 算了两倍消遣了吧 那收拾吧 行你要是再气不过呢 尽管来找我 男士集团南宋 原来她就是男士集团 死而复生的男大小姐 我兄弟这下可惨了 这位先生你弄疼我了 陆南宋你玩什么把戏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位先生我认识你吗 你不认识我你看我干什么 怎么 你的脸是景点吗 看一眼需要付费 哥给他我毛钱 不用找了 别闹了我真想拉 我说你确定那就是你那个乖巧有无趣的前妻 你就支这五毛钱啊 行 但不得不说啊 我对的挺感兴趣的 要不我去追他 滚了 拜拜 我刚才可都看见了啊 就给人无毛钱 你太损了吧 你前夫脸都绿了 赶紧帮我查查 他来南宋做什么 傅玉和你前夫认识肯定是他够的命 要不然狱姐呢 也不能连夜从北城赶回来 他呀 就是想和你破镜重圆 这婚都离了 就代表一拍两散 我已经认身三年了 不会再继续日积下去了 我说咱俩都多久没见了 你见我第一面就冲我抡拳头 你干嘛呀 你还想打我 你该死我 行 昨晚上你前妻揣我一下 你现在又想打我 我看你俩真是般配得很 刺凶双煞是吧 那你别离婚啊 注意啊 是前妻 前妻 你前妻在乎成这样 人大半夜从南城你赶过来 我看 你是有点口闲体质吧 有关陆南宋 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什么陆南宋 人家是南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南宋 南宋 原来这个才是她的真实身份 小宋 小宋 滚 干嘛呀小宋 刚来你就赶我走 停 别理我那么紧 省得把邮件在我身上 我就想解释一下当年的事情 解释 可以 三分钟 三年前 都是南亚策划的 然后就偷拿我的手机 约你爬山 叫你推下山崖 我之所以没来救你 是因为被她下了药 昏睡了一天 等我醒来的时候 就得到了你的死讯 老天开眼 你还活着 好端端地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你放开我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你既然知道南亚犯下的恶罪 为什么不向警察告发她呢 我还以为你真是十足坠崖 南亚才趁虚而入 借着我对你的思念 来到我的身边 骗我跟她上了床 行了行了行了 三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我也已经落好烟了 这个会用来 以后作为你和南亚谋杀我的证据 你现在可以滚了 保安 小松 把她给我扣除 事情都是南亚一个人干的 我是无故的呀 小松 我是爱你的呀 小松 我是无故的 我是爱你的呀 她口中的小松 是南松吗 南总 前台说有位玉先生在楼下 想要见你 但他没有预约 您看 说我没空 不见 你知道我们遇懂什么人吗 这样就打扮我们了 这是我们南总的秘密 刚才那位还是刑事集团的少东家了 不是照样被我们拖了出去 还是乖乖预约吧 行 新的预约需要多久 南总说下辈子 别太过分了 好了 我们走 我可真有出息啊 能把他气成这样 哎 玉主 您说 那个嚣张跋扈的男家大小姐 真的会是太太吗 我会搞错了吗 我记得 太太以前可是 闭嘴 喂 你是吃了你前妻的闭门 杨诗爱了她一圈 关于南宋 你了解了多少 你了解 我是不了解 可是兄弟 你俩已经离婚了 她是你前妻 你总不能一个萝卜站着两个坑吧 这叫缺德 行 告我电话是吧 也是 不管她是南宋还是陆南宋 都离婚了 我生哪门子的妻啊 还不是因为欲动你喜欢太太 靳哥 你去哪儿了 婚礼现场布置的红玫瑰我不喜欢 我想要全部都换成玉兰 你说好不好 你喜欢就好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哦 明天婚礼现场 务必让所有按摩人员维持好秩序 所有的媒体一概拒绝入内 还有 老夫人那边 你派人看好了 不要说任何差错 放着这么美的老夫人呀 那我就自己上了 小爷妈 哥哥来了 好 男总 南华地产的人已经抵达湖宾会馆 亲自和您上讨 北交那块地皮的合作 好 明天过后 我的爱情和青春 就全部宣告结束了 是我走错了吗 是我走错了吗 没错 就是我 为了跟你合作 我让他们都出局了 来来来 北交的那块地皮 我二叔拍下来要见高尔夫球场 那我要见麻场 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们傅家 充满资源非常丰富 我们仅是天作之和 那跟傅总您合作 有什么好处呢 以往我们傅家都占八分里 但你这么美 我愿意让你三分 我们五五分 如何 你还挺幽默的 男小姐 别着急走嘛 第一 我这人公司分明 最讨厌借着工作的 广子把妹的那种男人 第二 你们傅家是霸道 可这里是南城 第三 你想来求合作还想这样 做梦呢 三我都不想给了 那第四呢 第四 挖兄弟墙角 这是人干的事吗 不是 你跟老玉都已经离婚了 下 老玉明天结婚 你去吧 这皇冠好重呀 我脖子太细了 都有点顶不住了 是啊 咱们设计好漂亮啊 简直美翻了 天呐 你怎么胖成这样啊 太白了 我得多打一点腮红 哎呀羡慕有些人 天生自带红血丝 都不用打腮红了 多好 不就结个婚吗 什么了不起的 臭的 怎么样 准备得如何了 身体 还看得住吗 没事儿了 我哪有那么娇弱嘛 女家一个人都没来啊 什么情况啊这是 余老夫人不同意这门亲事呗 谁不知道她和卓家的恩怨啊 能来才怪呢 好像老太太就派了个佣人来 这不羞辱人嘛 嗯 就是 我说你这是何苦 你这不找虐的嘛 你懂什么呀 我说你这是何苦 这叫以毒攻毒 婚礼仪式现在开始 等一下 少爷 你看看这个 我妈 现在不是看这个的时候 请您先下去 少爷 你真是被猪油蒙了心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小插曲 大家不要介意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和靖哥都是彼此的初恋 能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我精心准备了一段VCR 送给靖哥给他惊喜 哼哟 这真是惊喜 这网点太大了吧 黑人白人都有 没想到卓家小姐 竟然是这样的人 你 虐总满头绿光啊 这下有好戏看呢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惊喜 别管你啊 这些照片都是屁的 是有人陷害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好戏啊 怎么样 喜欢吗 你不了解郁静雯 他虽然是个直男 但也没保守到那种程度 以他对卓轩的爱 未必不能接受啊 你不了解男人 你不了解男人 但凡来者不惧的女人 男人是不会喜欢的 我告诉你 没有人愿意天天 你顶着绿帽子出门 好好看正头戏在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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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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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关掉 这照片是批的 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 你不得了 秦哥 我有点撑不住了 让司仪快一点吗 硕轩 你得的到底是不是胃癌 轩轩 你什么时候得的胃癌啊 你不是厌食症吗 你只是得的厌食症而已 秦哥 我们现在后面已经希望 回头再跟你解释 不要让我再这么多人面前 听不听 听不听 就是在骗我 让我陪你走过生命 最后几个时光 你为的就是让我跟南宋离婚 然后呢 你成为下个女太太 是不是 没意思 不看 这就不看了 精彩的在后面的快看哪 喂 好我知道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你婆婆要跳楼 什么 哎 你就别去了吧 这是南城到北城要两三小时呢 人命关天 非也要飞过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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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 你自诩书一下门底 主要佳佳风也太差了吧 左下跟余佳的脸都丢尽了 不是 丹哥 你听我解释 是谁 到底是谁要险害我 给我夹出来 嗯 嗯 嗯 明明得的就是厌食症 你为什么骗我摄出未来 为什么 嗯 我一度是可怜你 我才要娶你的 而你呢 你从回国以后 你就一直在骗我 对不对 嗯 丹哥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是的 丹总 不好了 夫人在天台要跳楼了 老夫人 爸 别激动 儿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你去周轩吗 我知道 因为周轩 他姑姑叫卓月 当年你爸出轨卓月和我离婚 害我拾起双腿 你妈我要抢了一辈子 吃过一只苍蝇 已经够恶心了 绝不可能再吃第二只 我和周轩 也绝不可能成为婆媳的 爸妈的不让你为难 我只行离开 妈 老夫人 伯母 您别怪我 都是老玉比我做的 余总 飞机上的好像是太太 什么 这女人也太炫酷了吧 我喜欢 妈 咱不带这样的 您可把我吓坏了 你这孩子 别怕我吓坏了 飞机这玩意儿这么危险 你也敢开啊 妈 这么高的天台这么危险 您不也上来了吗 我就是吓唬她的 老董 那咱下来行吗 这边风这么大 再招凉身子 都不合算了是吧 好吧 快 来 来 来 老玉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剩下交给你 阿姨 我好好的 拜拜 妈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你这样 静更会让世人托妈不孝的 闭嘴 还有 谁是你妈呀 下叫什么 我知道了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卓轩 没有理由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 卢南宋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敢做不敢认识吗 是我干的 怎么了 你不要脸 你要脸 光明正大当小三 女海王玩够了 先找一个老实人接盘 我要告你 好啊 你又提出诉讼权利 我的律师团队等着你 律师团队 你以为你是豪门千金吗 你个死村姑 听清楚 她可是我们南宋集团的大小姐 静哥哥 你看她好过分 卓轩 我告诉你 我们彻底分手 真是荒唐 真是荒唐 我们作家可是书香门第 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东西 你让我以后怎么出门见人 达了多少钱 到头来 连个航门都架不进去 有个屁用 够了 我已经很难受了 你能不能不要说了 哼 姑姑 救我 哭什么 就这一点小挫折 就让你崩溃 想要放弃了 还怪我骗她 还欠我脏 不敢要我了 女人再脏 还能脏过男人 这些都不重要 于静雯现在在气头上 等她消了气 你再去找她解释 至于她那个前妻 是我们小瞧了她 你放心 今日之仇 姑姑会帮你抱的 谢谢姑姑 小少 这些天你去哪里吧 我们到处找你 所有的监控都查遍了 也找不到你 少夫人 听说您开飞机来的 你会开飞机 这也太厉害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坐少夫人开的飞机 当然有啊 不过今天天气不太好 飞不了 改天我一定带周妈 逗逗风去 太好了 少夫人你真是太好了 隐瞒了三年的身份 终于到了 坦诚公布的这一刻了 各位长辈 首先我跟大家道个歉 我的真实姓名叫南宋 是南城南家的女儿 南城南家 你竟然是南家的女儿 你嫁入我们郁家 你有什么目的 三年前我父母去世 南氏集团有我二叔接管 这三年 我在郁家安安分分 没有不守规矩一次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问阿进 怀疑过她的身份 唯独没想到 她是南家的掌上民主 玉兰娘家的事情 早就过去了 小松是什么样的 我最清楚 既然回来了 就留下吧 对对对 就留下吧 阿婆妈 我跟阿进已经离婚了 离婚流程差不多今天走了 以后我跟她各自过婚 小松 各位 我这次回来就是跟大家告别的 谢谢大家在这三年里对我的照顾 以后再见面就要改称呼了 也欢迎大家来南城找我吧 哎呀 你看什么 我走 谢谢 走 走 我去送药饭 南宋 南宋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对 对不起 你 你 你当初 为什么会选择嫁给我 是你 选择了我呀 是你亲自选的我 也是你亲自 抛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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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准文你怎么没完没了的啊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婆妈呀 嗯 南宋 你可以不答应的 你为什么要同意我 已经不重要了 以后江湖再见 就当不认识 开车 哎 快走 走 快走 哎呦 是不是人家一走你就开始想了 关你屁事 虽然说兄弟欺不可欺 那你俩已经彻底分开了 他已经恢复自由身了 那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求他了 你们俩不合适 不试试怎么知道 又不了解他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合适 他不是那种 你平时可以随便玩玩的女人 哎哎哎哎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对你欲情未了 后来发现是我想多了 啊对了 份子钱我先留着 我就先不给你了 过去没多久 你需要参加我们的欢迎 走了 你怎么开车的 对不起大小姐 有人拦车 谁让你上我车的 女孩子来到太危险了 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 臭 你这女儿还真狠 我还可以更狠呢 你要不要试一试 别别别别 我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嘛 那傅小言你这女友平均一个月一换的 加在一起都有一百多人了 那我呢 我算你第几位猎物呀 只要你答应我 你就是最好的 你这样的男海王 你应该去找像卓轩那样的女海王 来我这干嘛 哎 我跟卓轩可不一样 虽然说我爱玩 但我不晾交啊 嗯 谁信啊 谁还能没点过去 再说 你跟老玉结婚三年 比划的次数又没几次 这有什么呀 什么比划 我猜的没错 那既然老玉不争戏 那我就自己来了 你 超流氓 一模一样的子弟 他哪来的雕刻的光灵 他怎么会雕刻呢 谁叫他的 一模一样的子弟 他还会开飞机 我让你开 开飞机 开飞机 个飞机 父雨不肯帮我 我就自己查案 自己查案 我一定会知道 你是为什么嫁给我的 你为什么嫁给我的 阿姨 电脑给我 好 嗯 谈颜颂 你醒了你 要这么厉害的高手做这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破解出来的 想跟我斗下辈子吧 这也这么惊讶吗 傅小言你不也是黑客吗 这种产媒你应该见识很多呀 是见过过少 看你像你这么老样没见过 优秀的美女拖了去了 你以后会见得更多呢 别斗我不要 有你一个我就够了 你少说点吧 再多可就油了 是可而止 知不知道 好好好 可怜我那兄弟 估计这时候 在家怀疑人生喽 你说技术很菜的那位 是郁建文 喂 周伯 电话打来了 警告你啊 少说话 喂 你最近是不是在南城 做马场的生意 是 我最近正好要住宅在南城 有一些工作 马场的生意 算我一个 我也想做 可这八字 还没一撇呢 别废话 做不做 好 好 要不 借我剪梦给你烤一烤 来 去一边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怕做噩梦 富裕 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不是 你怎么还在我车上呀 我这也不是等你醒过来吧 我是真心诚意想问我合作呢 行 要想合作呢 就拿出点合作诚意 五五分肯定不行 七三分 我七 你三 你听我说啊 我们富家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六四 成交 那你现在不怕我 以公牦司 借着追你了 追就追呗 追不追是你的事 同同一是我的事 如果你真要能追上的话 算你厉害 有本事 行 那我也总知道该怎么做了 俗话说 猎女怕狼蝉 是 我就不信 以我的魅力 拿不下你 哎 动手 动不下 喂 糟糕 我的好妹妹给忘了 我知道了 那个 快快快快快走 我出去 你们这些狗奴才 我出去一定了 你们好过 唐小姐大小姐都之前吩咐了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把馒头快快捡起来 低头认错 要么就饿着 这回知道饿了呀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错了 大姐我错了 我错了 小样呢 我还治不了你 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 都说着一等人用眼交 二等人用嘴交 三等人用棍交 我之前一直不赞成棍棒教育 但是对于你这种 只计吃不计打的丫头 只能用棍棒教育 那 一百条家规 以你的智力 两天 差不多应该能备完了 两天之后我可是要验收的啊 少一条错一条 一戒尺 烂驴拉木 还能靠抽啊 大姐 家规我可以呗 但是我明天要陪元哥去参加晚宴 你能不能提着我去参加呀 行 用你的 零块钱 交换 哎哟 姐 等我嫁给元哥 今日的屈辱 一定加倍奉了 喂 小妹 今天陪我出席一个时尚慈善晚宴啊 我没空 宴会上有拍卖活动 听说有四只康熙年预制法兰彩小碗 那我去 借 居然穿这年巴黎师生做的高级计刺 还在从牧略下面 把一套房都挂在自己身上显摆 你也要去参加慈善宴会 跟长姐说话态度要恭敬 要客气 这才教你的规矩 又忘了 大姐 你这穿的是香奈儿四五年前的款式吧 也不错 很符合你的气质 是吗 我什么气质 黑莓球加土包的气质 元哥 你这女人属野猪的 元哥你看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 你看我 我今天穿得好不好看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这么黑就不要穿蓝色衣服 显得又黑又壮 黑皮猪一样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 还说别人呢 你凭什么说我男朋友 你连心上男人都不会 我该当生了二十多年没人娶你 这事儿还没堵不上枪啊 确定有发浪彩校园是吧 可不准骗我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走吧 今天晚上香楼茶歌颂你 你怎么回来了 过去 你怎么回来了 过去 哎 我来了 你好 你是哪位啊 尴尬不尴尬啊 我都替你尴尬 女人呢 不是这么追的 更何况人家是很前妻 你一句 我来了 就想让人家对你偷快送抱吗 那我应该怎么追 你认真的啊 啊 你也没发烧啊 兄弟 你扪心自问 你现在反过来追他 你到底是真心喜欢他 还是舍不得他在你旁边啊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我没事 你就会担心 你得做我应该是否 там还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 起来 以后要小心点啊 他要去健身房去点球吗 究竟这么严厉 怎么能这么不注意呢 站在过道上 你把自己摔着了怎么办 受伤了怎么办 不是 这位先生 刚才如果你不应来那一下 我是可以站起来了 谢谢你的建议委 你以为天下所有女人 都像那位柔弱不能自理的 白眼缸一样吗 需要男人守护 你听说了吗 南氏集团的大小姐们 送回来了 这可是南城的头号新闻 谁不知道啊 不过 这南大小姐 一回来到现在 都还没有露过面呢 死了三年的人 突然又回来了 你说南宋这三年干嘛去了 该不会是未婚先孕 偷偷生孩子去了吧 很真有可能 我听南亚说 南宋的父母 三年前亲自去北城提了亲 女方亲自上门提亲 这么吊架 还能为什么 肯定是偷偷把肚子搞大了吧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就在背后说了坏话呀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你谁啊凭什么打我 我们可是跟白心少女交情的人 你信不信我 让保安把你轰出去 就是你凭什么打人 南家大小姐就这么没素质吗 怎么回事 谈呢 七少 哎 别碰我 我嫌你脏 是这个女人 我们这聊天呢 突然就打我 她竟然敢在这里闹事 不就是不给你面子吗 你赶紧找人把她轰出去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手脏了 擦擦 瞧这对夫妻 在气人上还挺有默契的吗 怎么样 手疼不疼 七少是我被打了 你被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白七爷 啊 什么的交了一个网红女朋友 也不介绍介绍 你要是早跟我说 这是未来没过门的小嫂子 我一定对她客气客气 哎哎哎 什么小嫂子 我都不认识她 是吗 人家一口一个七少叫的那么亲戚 还让你把我给赶出去呢 你还让你把我给赶出去呢 我 把闹事的人给我赶出去 两位请出去 我看谁敢在我的地盘闹事欺负我的人 我腻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就别生气了 下回有这样的事 你跟我说一声 你别自己动手 你要是受伤了 我还活不活 不是你们是 有什么血缘关系吗 多不好 难不成是干兄妹 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任何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我都不允许 你一会看中什么跟我说 我跟你们 我居然跟你们一起 我居然跟你们一起 他们两个到处一起 由秦氏集团总裁秦江源先生捐赠的何天玉小屏风 几天价二十万 老师 嗨 不值钱的小玩意 我二叔收藏的不小 估摸着是哪雅拖出来给秦江源 就这一破玩意 是二十万 欲不值钱 底座的是民国的 勉强算个古董吧 你要是喜欢的话 不如把钱给我 我到这去地摊帮你买一个 地摊能买多少钱 并多一千块 恭喜六号嘉宾 下一节拍品由蓝氏集团 男兽女士赠送到满天心跳岁 起拍价七百万 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一出售就是七百万 她那条项链 就是她来的时候戴上的 上面应该有个体相 我更喜欢了 这项链你不是挺喜欢的吗 真说你给你这 没事就当做慈善了 也不算是个什么钱 七百一十万 袁哥 你要花七百一十万 拍南宋的项链 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堂堂秦氏集团总裁 会连这点是拿出来吗 少爷我今天就看准这条项链了 非拿不可 还有谁想拍 可以跟秦氏拼拼财力 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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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谁啊 龙城富家小爷 富裕 一千万 这个人是谁 北城玉江集团总裁玉晋鸿 秦少 秦少 你别怂啊 不是势在必得必须拿下来吗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财力 这上面 可是有南大小姐的体型 我是势在必得的 嗨 这么巧 我也是 不管富家玉家有多牛 在我秦氏的地盘上 不会有外人出手 一千一百万 嗯 他们这是玩的哪一招 有这晦气 去排这三个人 不论谁竟拍到手 我都觉得 各有 两千万 他怎么看起来 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恭喜一号嘉宾 下一个开品 大郎踩小碗 这个必须给我拍到手啊 一百一十万 一百二十万 这一千万 这千万我今天举完举上眼了呢 这千万千万是给我举完举上眼了是吗 嘖 看不出来他跟你做什么好的 看出来了 所以 那你逗什么 我没逗 这四个小碗 我也很喜欢 钢铁出击呢 没几 五百万 他这是提了心跟你干嘛 他不是要顾航生就少啊 他知道他故意的 还假吗 有我小哥帮你 不要 也就值这个在家了 没必要 谢谢 小姐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人南宋跟你一婚了 有你这样的人 我得气死呀 南小姐 南小姐 天空间冷了 我衣服借你穿着 不用不用 这不用 他衣服臭的很 喝了酒 还是穿我的吧 不用 静默者黑 你的也一样 那两只小碗 我也很喜欢 南小姐 要是想用 老玉也可以给你吧 对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大可不必了 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自己去争取 既然放弃了 这证明没缘分 也就没什么可遗憾 他是不是生我气了 你才发现啊 你这样的人 你活该打一辈子光了 你没得救 加油吧 郁总 要不 这两碗送给夫人 我妈高兴高兴 你觉得 我能和话他吗 我觉得不可能 但是 网上说了 这混得好和不好 是能力问题 不同的话 就是态度问题 哦 所以你说我态度有问题是吗 没有 不是 难道他也看得出来 这是康熙年间的小本 他什么时候对古玩这么有见地了 你说我现在怎么跟个十八个卫生的一样 不管了 来日方长吧 总会有答案 下次再遇到这种好东西 一定不要跟人家公开竞拍 要不小哥派人从郁信文书里把东西抢过来 正好揍他一段 给你出出气 大可不必 这爸爸跟我说过 玩古玩玩的就是乐趣 得识心不用太重 好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夏有缘够的面子 还看心情不好 还打我 不是 你这喝了多少酒啊 还被行动员给打了 你很得意吧 那么多男人为了你真来逗趣的 看来我说的话你真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来人 把他给我拖到楼下去 跪着 一身酒啊 哎 好说 就这小泡碗 真是抗七年间的 你就因为他把人男送给得罪了 我都替你瞅的话 有什么好瞅的 不是 那你大老远过来是图什么呀 合作一起开马场啊 你知道我们这次的竞争目标是谁吗 不重要 行 我看你是一点都没调查 之前这块地是属于南湖集团的 你不知道也正常 毕竟 你一直在国外 也没参与竞标 这么说 要把高尔复修厂 改成马场 是男送的主意 是 答对了 那他还挺有想法的 好 来救我 醒了 走啊 大姐 想起来昨晚是怎么得作我了吗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一共一百条家规 你都背出来了 我就原谅你 对不起大姐 我还没背完 赶紧背出来听一听 第一条要尊重长背 第二条 要 都两天了你才背会一条 是猪脑子吗 手伸出来 快点儿 过两天我再回来检查的啊 你给我等着 南总 马场的营业执照和安全质量检验证书已经办好了 一应硬件设备也准备妥当 你要去看一下吗 可以 月下富裕吧 副总说已经在集团楼下等您了 对了 王二叔那边怎么样了 这是咱们派去的人拍的视频 切了 给我切了 砸进去不少钱 完全停不下来 跟着了魔似的 很正常啊 王二叔他刚接熟果丸的时候也是这副德行 就像街边的流浪狗 看见肉 不管是好是坏 也必须用嘴去掉 就让他折腾去看 哟 终于来了 啊 别一见面就搂搂抱抱的 我跟你很熟吗 多抱几次吗不就熟了 下次见面呢 记得提前预约 我行程不定 免得你普攻 没事 反正我仙人一个 我想见你就来见了 这次来得早 还不是老玉一直催我 老玉也对马场实感相选 要不要一块儿 可是我只答应了跟你合作呀 再加一个嘛 你说话呀 是吗 南总 北郊那块马场 我余某人 你想参与 你也想跟我合作 请问 你是哪位啊 嗯 你也想跟我合作啊 请问 是不是对前台又美容机啦 嗯 你当初嫁给我 到底为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是男家大小姐 不图名不图利 在我车祸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嫁给我 你到底图什么 松手 你先告诉我答案 我就松手 余锦文 过去这三年里 你冷落我羞辱我还不够吗 不管因为我曾经为什么嫁给你 但是在这过去的三年里 不珍惜婚姻的是你 冷落妻子的是你 出轨的是你 提出离婚的还是你 我做错了什么呀 是我给你的自由过了火吗 啊 北郊那块地皮 我也感兴趣 可我对你没兴趣 朱玉 走 郁总 方便要量级别人 酒壤郁总大名 早就想跟您交流切磋一下 可惜咱们两家这么多年一来啊 井水不犯河水一直都没有机会 白家七少 我知道你 最近跟小宋走得很近 我是他哥 当然近 他这三年呢 在你们家受的所有委屈呢 我都知道 不过现在已经离婚了 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了 否则 别怪我这个当哥哥的不客气 他爱了你十年下午去手 我可不会出来 小宋暗认了我十年 美女小心 我说 你一个堂堂的千金大小姐 手里怎么这么多剪子 怪不得老玉 之前以为你们去过农村呢 他自己手掌筋弄那么多剪子 还好意思说误 喂 不要当着我的面说别的男人 我会吃醋的 我其实一直挺想问你的 你一个千金小姐 为什么想嫁给她呀 傅玉 你是来工作还是来八卦的呀 过去的事情 郁静雯没必要知道 你更没必要知道 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呢 好奇害死猫 你要珍惜你的生命 完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呀 如果我们结婚 那我会变成气管炎 你这个人妄想症还挺厉害的 你这个人妄想症还挺厉害的 没事 不管你要天上的星星 还是月亮 我都给你 好嘞 死心吧您就 等会儿嘛 等会儿嘛 那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拿我气气老远 那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为什么要为了气郁静雯 然后跟你这个花花公子在一起 我说整天起来没事做吗 你要是想玩的话 有太多女人可以跟你玩 但是我没扣 也不想跟你玩 听清楚了吗 知道了 男老师 我被你前妻欺负了 我被你前妻欺负了 刚刚我跟她说想跟她谈恋爱 气一气你 结果她把我骂了一顿 不过 她还挺有信的 我好喜欢 我还开始追求她 我来了 我跟你说啊 照现在目前的进度 应该月底就能完工了 到时候那匹种马 就从内蒙引进过来 我给你留一匹 你挑一挑呗 到时候 我请你吃饭 还是我请你饭 男送他真的暗恋了我十年 你去查一下 男送父母的死因 郁总 确定这就会被查 我再男生多待几天 不待了 回去吧 反正问他也不太清楚 倒不如我自己来查 这家店我早就想来吃了 但听说不接受预约 他们是怎么让我们进来的 丁师傅 您怎么过来了 这不听说你过来了 过来打个招呼 我带朋友过来吃个饭 您简单做几个菜就行了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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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师傅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跟我见面不用讲 不必多礼 该有多礼书 还是要一个 谁让你是我师叔呢 你叫他什么 你叫他什么 师叔 师叔 我爷爷的关门弟子 我爸爸的师妹 我可不得叫一声师叔 是不是 师叔 你们丁家不是一向传男不传女吗 小师叔 天赋异比 唯一的例外 稍等 菜马上就到 辛苦了 你吃过南宋做的菜吗 我还真期待这天的到来呢 最后一会儿 南宋跟国宴大厨 还有那个丁氏传人 到底什么关系 阿基 电盏 你 心想 你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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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好吃了 撑死我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 你说 你还有什么惊喜事我不知道吧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怎么办 喜欢就喜欢呗 别轻盖什么事 那我什么时候能知道你亲手做的饭 嗯 等着吧 看我心情 再见 那我要努力 让你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南总 路总送个花 你 太好吃了 南总 您又上热搜了 是慈善晚宴上的几个小网红 说您搞霸凌 您看 要不要把热搜撤下来 这人家都指名道姓的骂我了 不得回击呀 嘴见者 人人得而诛之 玉总 太太被网到了 我派人查过了 是心意传媒太子眼里边过的水军 目的呢 是为了帮他们公司的小网红撑腰 这几年心意传媒发展的比较迅猛 我们有好几个广告都在跟他们合作 我们有好几个广告都在跟他们合作 他这是亲自下场做回应了吗 我是换听了吗 余总还在说了什么 马上去个电话 给心意传媒 下半年的广告合作上 我们重新换人 是 小麦 小哥花了四个小时 把所有的视频全上了 小哥 矫枉过重 反正会有人怀疑 怀疑就怀疑呗 反正他们也没证据 你是不是知道 小哥哥们轮番给我打电话轰炸了 说我没保护好你 对了 有件事不知道改不改 少废话赶紧说 我刚刚收到消息 玉士集团跟星宇全没解约了 我公布着玉锦文 霸诚是为了你 肯定是 星宇下午刚挑衅完你 玉士立马就解约了 这玉锦文就是爱上你了 想把你追回来 他想都别想 这男人就是贱坯子 得到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就开始避陪摸及了 这玉锦文哪 也逃不过这个真相定律咯 这玉锦文哪 也逃不过这个真相定律咯 下班 走 袁锦文哪 袁锦啊 你就帮帮我嘛 把男宋收拾了 我就给你当正房 他给你当小妾 不好吗 小东西 小东西 你倒是想挺周到 你想怎么对付他 把男士和秦家的所有合作取消 好 妈妈说的对 有的人天生坏是改变不了的 等烂到骨子里 就是该给他收尸的时候 鱼董 十年前 一会儿还在部队 天天刺删老名的 还有言语啊 不是不曾经 你说的天大的事就这事啊 这就是天大的事 密林任务 拥救十四岁的小女孩 小姑娘 没事吧 难道我们十年前 解救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男宋吗 富裕 你还记得吗 十年前 咱们在密里 那个秘密的任务 那么多年的事 扫忘了 那如果我告诉你 那个小女孩 就是男宋的 那如果我告诉你 那个小女孩 就是男宋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南宋是为了保安 才嫁给你 不可能 你有什么证据呢 别别别 兄弟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是真斗不过他呀 你是说 南宋这个家车吗 是 他可比我厉害呢 上次你要查他档案 我当时就在车上 我可是亲眼看到 他怎么虐你的 原来当时你说我是loser 并且给我一个这个的 是南宋 是 他不仅 是个超级黑客 还是个顶级厨师呢 怎么可能 我跟什么身边师傅 一样都不知道 你把他电话号码发入 我把他电话亲自问他 我把他电话亲自问他 白老子 好了 你可以滚了 记住 别再惦记我前妻 行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白眼了 可哭 居然把他拉黑了 妈 你怎么进来了 听说你去了南城 跟小生聊得怎么样 怎么 碰壁了 这是正常的 你之前太混账了 换着我还得揍你呢 不管他怎么对你 你得给我乖乖地受着 把他给我哄回来 妈 他把我电话都拉黑了 我怎么哄啊 动动脑子嘛 哎妈 你不是有男生的微信吗 你把手机给我 借我不用几天 好 来吧来吧 谢谢妈 你 你吃饭吗 你吃晚饭 你吃晚饭 怎么回事都过去三分钟了 还没给我发信息 妈怎么突然不会发危险啊 那么大 大姐早上好 家规备完了吗 备完再吃饭 第一条 准准长辈 第二条 不在家里大呼小叫 第三条 出门在外 要注意 言行 第四条 爱护动物 第五条 一共一百条家规 背了七十条 漏了三十条 还错了十四条 手伸出来 该打四十四下 伸出来 好了 好了 去上药了 大姐 我想借男士珠宝 女孩子家家的 在家等着安心代价就好了 你最大的任务 就是南下勤教员 工作太辛苦了 不适合你 我不怕辛苦 不怕辛苦 好 那保洁部 缺打扫卫生的 我立马安排你进去 我不进保洁部 我要进南四处宝 不行 你什么都不会 怎么进啊 胡闹 我进不去南四处宝 那你可以安排我去南星传媒呀 我虽然什么都不会 但我长得漂亮呀 而且我认识不少艺人 你说的是 星域传媒旗下那几个小网红吧 他们因为得罪的人 已经退圈了 并且娱乐圈太复杂了 根本就不适合你这种 没头没脑的人 混不下去的 什么 他们居然退圈啊 嗯 得知谁了 我 大姐 外头有辆车 在别墅厅的一页 是男生的车牌 那娇傲怎么又来了 他回我消息了 你看到没有 他回我消息了 好 你看到没有 他回我消息了 好 太太早 太太早啊 早上好 谁是你叫太太 别乱惹你亲截啊 早安亲爱的 昨天我输入嘴了 你前夫已经知道你是个黑客高手 顶级大厨了 不要再装无知了 好 你真是个大哥 余姐来了 我们谈谈吧 好 公主请上车 你 你吃早饭了吗 余姐文 我时间有限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好 你是不是十年前 在密林被我救的那个女孩 没错 当年 是你救了我 所以 三年前你来到我的身边 嫁给我 都是为了报答我当年对你的恩情 你觉得我 会是那种单纯的为了报恩 却以身相许的女人吗 那你是 我嫁给你 是因为真的喜欢你 确切地说 是我暗恋了你 很多年 我听说 当年你父母去北城 是为了你的婚事 对 如果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父母就不会去北城 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意外 你不用安慰我 我没事啊 我都说了 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并且刚才我也提过了 是曾经 余姐文 我欠你的 都已经还清了 我也很荣幸 我不再爱你 余姐文 我欠你的 都已经还给你了 并且我很荣幸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对不起啊 是我把一切 都搞砸了 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 你也没做错什么 我喜欢的 行了 既然我们把话已经说清楚了 那我们谈谈正事吧 嗯 之前我一直不答应跟你合作 是因为 我们之间这种关系 一直都没有理清楚 我觉得很别扭 但现在我们已经说清楚了 所以 我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北交马场项目 成为我的合伙人 好啊 那 合作愉快 不过为什么 合作愉快 好 好 好 郁总 请进 南总在办公室等你 这幅字画很厉害 坊的 坊的 这个坊的技术也很高潮 郁总要是喜欢的话 可以把你那幅 发廊彩小碗搭过来 我们交换啊 以前不知道 你对果丸也有研究 在拍卖会现场我就看出来了 你是内行 你不知道的事 多了去了 是 郁总 你应该仔细看看合同 不着急签字 南总 你不会看我的 这枚印章 这枚印章 郁总很喜欢 没错 这枚印章 不管是玉石的料子 还是雕刻的工艺 都是上乘制作 就是不知道 你找的是哪位雕刻师傅 不会你自己就是那个雕刻师傅吧 合同签完了 那郁总可以走了 南总有时间的话 一起喝一杯 改天吧 改天 是哪一天 是郁总 把发廊彩下来 让给我的那一天 好 那就明天 晚上六点 我过来接你 诶 郁总 诶 郁总 你那么喜欢那只法郎小碗 真的舍得错人 我的就是他的 没什么舍不得的 看来你跟太太要死灰复燃了 是破镜重圆 诶 下车 先生 买花了吗 玫瑰 玫瑰的品种有很多 每种都有不同的寓意 那就 每一样都给我来一处 包好之后送到 南氏集团统策办公室 南总 又有人给您送花 这次应该是郁总办 乖乖 今天是联合国纪念与和解日 送你几束花 希望你开心 去 那你和花一起自拍一张给我看看 阿姨想你呢 哎呀 我当初只是瞎了眼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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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哥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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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仲 不好了 咱们能报信说 太太在回来的路上被人劫持啊 叫他回去 阿静 救我 干你了 干你了 把他们抓过来 过来换换手 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是星玉传媒太子眼李毕 派我们过来的 带手机了吗 带了 你们俩把事情在副书里面 用手机录下来 可证 看视频 是星玉传媒太子眼李毕 李毕派我们过来说是你的 路航 路航 滚吧 喂 大小姐没事吧 小意思 回家 你呢 跟不跟我回家 当然了 走吧 没跟你说话 你后面那位 你呢 跟不跟我回家 当然了 走吧 没跟你说话 你后面那位 你呢 还行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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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儿打够了没啊 像小孩子一样 听说你担鲁臉 你就属于警官 你谁呀 啊 是你爸呀 行 来 宝贝 乱跟着放 行了 你这一身那只相嘴望 你怎么回来也不天天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不是想给你的惊喜吗 哎呀 我不想说 嗯 是挺惊喜的 不过你什么都来了 在他没到这前我就到了 围观的确实强 那你就在看着不帮我 就这么几个不如留的小狐狸 你一个人都得给我超顺利 哎 把手放下来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我让你把手放下来 他又不是你老婆 你管得你太宽了 蓝宋 你旁边都是什么男人 前男友吗 为什么你旁边有这么多男人 有多少男人跟你都没关系 你走 走 哎 他是谁啊 男主 你回来 你死了没有啊 你死了没有啊 你死了没有 你死了没有 韩子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他竟然活着回来了 你死了 和别人一起算计 我爸和行政卖给别人 你可真行啊你 我没有 没有 家规第九条 不准吃里排外背叛亲人 没事 鞭策一百 赶出家门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吧 哎呀 你的机会 已经用完了 我让你吃里排外 我让你不听话 啊 为什么不听话 还背不背家规 我真的知道错了 错了 那个男人 到底是你什么人 帅哥 喝这么多酒 小心上胃哦 滚 真是不解缝情 怎么还跪着呢 意思意思行了 很久没看妈妈了 多跪一会儿 聊聊一下孝心 辛苦二哥了 这两年 为了找他凶手 去了不少地方 有查到些什么吗 摸黑手还不确定 既然都不承认的话 那就一枉大惊 宁可错杀一剑 也绝不放过一个 辛苦二哥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咱们俩啊 喝两杯 好 小妹 你眼睛里都没有光了 这笔账 我要向郁经文讨回来 我和郁经文之间 早就成了一笔烂账 他不爱我 讨来又有什么用了 小妹呀 干杯 蘭总 你个杀臣刀子 途我爸回来 我看我这么臭吃你 园哥怎么不接电话啊 园哥 园哥 园哥你开门 快来一遍 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 搞成这副鬼样子 想吓唬谁呢 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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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送那个劲 干嘛呀 都赶出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才是找你 接的 谁呀 他谁呀 你哪哥有男人 原哥他要说 原哥 你叫谁原哥呢 原哥是你呢 买生女人 以后别来反老子 男总 全职做错的事 我今天是带他来 向你复兴请罪的 男总 你大人有大量 就放过他吧 男总 你不要在这儿 有浴室给你撑腰 你就在这儿 辅助非为了吧 话都说到这个范儿上了 我们跟浴室的活着 不是就会计为你 是 走 谁男的 一个女人做事这么尝试 我诅咬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 你给我等人家 走 行了啊 差不多得了 已经够帅的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去相亲 不过我真不管心 男总 只要亲自请一份 当然 那会儿是他亲自做吗 我可以去吗 不能 不好意思啊 我加班 没事 我也就等了你 五个小时而已 上车吧 你自己开车 当然 这家伙自从车祸后 就没碰过车 到底能不能行啊 你干嘛 裙子夹住 看一下吧 别嫌我开车慢 很久没开了 不着急 你慢慢开就行 不过你完全可以让刺激开啊 那怎么信 第一次跟你约会 当然要自己开了 约会 你管今晚的这顿饭 叫约会 对啊 第一次跟你约会 就让你请客吃饭 真是不好意思 好了 走了 后面开车 吹什么车 赶进去的车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路上 耽误了一下 郁总还真是让我关目相看 没想到 能这么死 可以吗 马朗特教完 我知道你喜欢 我可以做美女 没想到 你对国外 你了解的这么深 就不太好 要提醒 吃吧 好 至于消化 我绝对不会 容易吃亏的 你会把这幅画送给我 你会把这幅画送给我 爸 这幅画 不会是你画的 余总 这种事情 您看破 一直想不要说破吧 真的是你画的 没想到 你对国外了解这么深 才会搞大了 当年我父亲很喜欢这幅画 很想买下来 可是对方不卖 只带着勉强 借我父亲 所以 我见我父亲这么喜欢 就干脆 画了一幅 画的微妙微笑 你真厉害 看着 我们 能不能重新再开始吧 昨天晚上还私会美女 今天又来约前妻 你绝你 遢Du aa 我昨晚那个女人 我根本不认识 是吗 你这是在关心 诶 谁关心 她 这种惩罚 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了 最好是 实际行动 你一定会 郁总 合作一下 我给你送你 小宋 下班了吧 工作不要太累 回家注意安全 玉母最近联系我联系的有点频繁啊 她不会是想劝我和玉建文和好吧 会不会是玉总用她母亲的手机 给大小姐发的信息啊 不可能 玉建文才不会做出这个事情 大小姐 玉总被人袭击了 出事了 什么 快去医院 太太 你干啥的 谁干的 不知道 我刚才停车 还有时候已经发现玉总被摸着头 男生是杀了 你把它付好 太太 您还会医疏啊 问题不大 我进去休息吧 好 来 玉总 玉总 你醒了 你醒了 那个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就突然被人袭击了 你有没有看清凶手啊 没看到 我这个样子 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狼狈啊 还行吧 这再也 怎么也比不过三年前高业劫志的时候 听说 我一出事你就来了 看来你还是很关心我的 对吧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种玩笑 你在我地盘上出事 我肯定要第一个站出来啊 今天的事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 哎 你这就走完 你不打算留下来照顾我吗 好好养伤 我去找凶手 给你那小子打的是牵手 哈哈哈 找一找 你开 是 你耿特 你套麻袋 把于晋文给打那 死压了 你为了个臭丸子 跟你哥大吼小六了 网了你了 好好说话 别生气 别生气 哥哥嘛 我再警告一遍啊 我跟郁进门的事情都已经了结了 谁都别再给我贪污了 他害你守候寡三年 套麻袋揍一顿那是轻的 你这是在犯法 先喝酒 小六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还喜欢那小子 我只不过 还没有在爱上边 拿他 你看他 果然还爱那男的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他爱那男的都十年了 哪那么容易脱身呢 喝酒喝酒喝酒 他怎么连我妈的信息都不回了 难不成 他看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我的感觉是对的 他果然来了 他就是放不下了 小样的 还挺可怜的 是啊 我算是什么 没机会 的 你会被门了 你不不不 不是这么好人 黄大 你今晚 不是要去调查凶手吗 追究得怎么样 有结果吗 今晚习近的人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对你动手 也是完全为了帮我出气 所以 你不要追究他的责任 咱们私下解决好不好 哼 你的朋友 是穴穴仙吗 我可以 不追究他的责任 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 你跟全员仙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管他叫二哥 至于其他的 我就不方便透露 行 这个面子我给你 那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只要不是跟你复婚啊 和好之类的 我都可以答应你 说吧 我只是想让你相信我一回 我真的没有背着你 约会什么其他的女人 我只是想让你陪陪我而已 于婧文 我之前 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赖啊 南总 玩手机 玩久了累不累啊 那个凳子做得硬不硬 你就让上这儿来 这儿比较软 一起躺着 于婧文 差不多得了啊 你不要以为你使了这张苦肉计 就可以得寸进尺啊 苦肉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可比你自己 还要了解你自己 别再想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了啊 这一旦耍不好 可就非常的尴尬 我只是想要一个 可以重新追求你的机会 南总 南总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你了 我不管你是南总 还是陆南总 我都喜欢 你听明白没有啊 你真喜欢我啊 那可不容易 你是我黑名单上的人 我劝你能最好一开始 放弃你的自讨苦吃 虽然有挑战 但是我很喜欢 我一定不会放弃 你这么喜欢挑战 好 那我先走了 小松 你别走啊 于婧文 于婧文你是疯了吗 我没有 我就是想让你陪陪我 你赶紧上床 顾考儿躺下去 快点 小松 你看你 你明明就是关心我的 你就是不承认 我得去闹 来 南总 等我爸回来 我一定要让你好看 南总 你跟我说清楚 为什么要动我的地铁 爸 怎么胜利 你怎么穿成政府的一些人 都是南总 他不让我进南市猪宝 还说我蠢 让我过来打小便车 爸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吗 臭丫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哟 这不是我那位 只会吃喝玩乐的二叔吗 怎么 终于难回来了 烦了 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还自作主张把球场改成马场 老子不会骑马 老子要高尔夫球场 买场的项目已经定了 于是和富士一块儿在 我也不怕说大话 这个项目如果做好的话 能够南市 吃五年 五年 五年 疯了吧你 连北城于是都敢合作 我怕你输到群家当场 走 来我们走 南总 郁总派人来说 想喝天麻鱼头汤 说那味汤醉不倒 郁总 医生说 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我不出院 我在等南总给我做鱼汤来呢 你没事别在这儿了 赶紧走 别碍无疑 太太也没说会给你送鱼头汤 郁总 您的鱼汤 你看 我就说他会送 看到没 这就是南总亲手为我做的鱼汤 是吧 不是 这是公司楼下乐赛馆给您打包的 南总呢 说他忙得很 没空包什么鱼头汤 你们南总就这么忙 很忙 今天五个会 南总午饭都没吃 这个时候还在公司加班呢 那行 我不喝鱼头汤了 我等他下班 一起去吃饭 南总 郁总得着您忙 没吃饭 一直在外的闻民 说要带您一起去吃个饭 怎么都早跟我说了 你出院了 啊 我 偷跑出来的 那走吧 去哪儿 去哪儿 你不是想喝鱼头汤吗 所以 你们要亲手为我包鱼头汤吗 不是 郁阿姨听说你住院了 让我特意关照了 所以我这鱼头汤呢 是环 云 情 果然还是我妈的美好事 对了 富玉不也是在南城吗 你交她一起 哎 这事还能买一送一啊 那合着我就吃个赠品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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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我去哪 哎哎哎哎 什么情况啊 我不让你别来 国院大师师叔做的饭 我怎么能不来 我给你说啊 要不然你就放那儿去 坐在客厅你别给我倒过来 听到没有 哦 太好喽 别了快 快过来盛饭 哎 哎 来啦 美女的 你做饭都累出汗了 我给你擦擦 哎呀 我还是自己来吧 我来 嗯 哈 辛苦了 不是一顿饭而已 谈不上什么辛苦 快快快走吃饭 吃饭 我说你俩差不多够了啊 我还想吃饭了 不想吃狗粮 烫了吗 我的天哪 哎太好吃了吧 哎哎行了细过了 可以好好尝尝好不好吃 就是好吃 嗯 非常好吃 嘎嘎好吃 烫烫好吃 嗯 我就喜欢吃 嗯 行 好吃那你们就多吃点啊 难道 嗯 我现在没别的要求 你能做的利用熟食吗 嗯 想的没 吃这么多一会儿 洗碗 对 乖乖洗碗 哎 小宋 嗯 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鱼豆汤 好 为了表达感谢 三日之后 我带你去看花展 花展 嗯 我还以为 你不会来了呢 我是来 了解市场的 可不是来赴约的 嗯 那你需要一个保镖吗 记得我哪为其能量的接受吧 走吧 好了 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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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小姐 请向南 我今天说了这朵花 不代表就跟你在一起了吧 嗯 那不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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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可能 嗯 谢谢 哎你觉得今年这些花里 哪一些会获胜 这个 哪一种获胜不重要 重要的是 看什么 我带领的男士珠宝 不是追随珠宝 而是第一次我出来 你跟什么样子 我怕这里人太多了 你走丢了 这为什么会获胜 你跟什么样子 我怕这里人太多了 这为什么会获胜 喂 我就说你还是需要像我这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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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抢人男朋友还当中接吻 真是不害臊 哎 你一个抢别人老公的小三还当见骂人 你真是好意思啊你 我 人找到了 让医院的人进来吧 清哥 你就这么有着他欺负我吗 到底是谁欺负谁 我有眼睛 我自己会看 小姐要给你打正常机了 放开我 我不是进这边了 清哥 你说过 你会用医生守护我的 哎 小松 我去吧 晋 Cup 后面是有个狼在追你吧 二哥 走这么快 直接往这海里打 别急 哥帮你倒上 我再也不想看他的 再不讲 晋不敢 放开 晋哥 对不起 让你难堪了 以后 不要再来打他 是 听说三哥下个月拍完戏我回来一场 那到时候组织庆祝啊 可以啊 小野猫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 你俩能别聊事情了吗 喝酒 来 干杯 今天不醉不归 好 小野猫怎么了 小野猫怎么了 我找了你个下午 你居然跟这两个男人在这儿喝酒 关你什么事 来 干杯 跟我走 小子 当我们是死人啊 是不是叫老子再把你送医院去住几天 我要带他离开 走不走 不是 你是我什么人啊 凭什么跟你走啊 我也很想知道 我在你男总的心里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走 你看我 行了 别追了 你看不出来吗 小明明还喜欢那个男人 还没喝够吗 这点 真的是 太多了 热吗 一千万年 有家人 最后一千万年 十二千万年 最后一千万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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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对你做了什么 我跟你都说这样的 不然呢 这房间里除了你我 还有谁呢 开门 新鱼的 把我妹妹交出来 家里开门老子进去堕了你啊 二哥 欺负我妹妹 老子心应该废了你 二哥 他没有欺负我 他没瞧上你啊 是我 瞧了他 穿上衣服 出来我聊聊 二哥 让你做了吗 小子 你最好管好自己的表情 上一个这么看我的人 已经被丢到太平洋喂鲨鱼了 这么巧 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人 已经被打入娘胎 落入轮回之路了 你信不信我把你打入娘胎 你信不信我把你丢太平洋 给杀鱼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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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俩能不能别像小学生一样 在这吵架 都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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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喝点水 浪浪喂 不用了 该做的不该做的你们都做了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二哥打算怎么办 谁是你二哥啊 我们几个哥哥对你很不满意 但小刘放不下 既然选择了重新开始 要谈恋爱你们就好好谈 不是 二哥胡说什么 二哥的意思说的对 二哥放心 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会对他特别好 我会以他为重的 你小子 保重吧 二哥 二哥慢走 二哥 二哥 那我不送了啊 没想到 你这二哥 也不是没办法相处啊 嗯 那刚才不还像小学生一样 草儿草学的吗 怎么 现在就心里消息了 男人也真是善变 那都是一家人嘛 你说 我才不是一家 哎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正常男女 要分别的时候 都是要清新的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了 你要是想死的话 我待会可以送你一场 我公司有事情 下午的专机 要飞回北城 嗯 郁总 你要是有事情呢 您就先去忙 满场后续项目 我跟副总是可以处理好的 呃 我这一走啊 可能要走大半个月 没什么太大问题 北城市人的家 你想待多久 就待多久 那我走了 你会想我们 不会 你走了 觉得很清闲 我会想你的 我会想你一趟 你一趟 我会想你一趟 我会想你一趟 你一趟 我可以想你一趟 姐 节日愉快 看来爷爷还是不够多 放话的理由都不够 余蓉 您可算连母亲姐都安排一下 看来 我让你再创意信心里来一下 南总 您的画 这已经是您这个月收到的第十九个数了 可是我怎么觉得是郁总送的呀 已经全部在这了 好 舅舅早上不小心撞到董事长 我没事 南总你忙你的 不用管这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直律 青天白日的 你这是干嘛呢 是啊 青天白日的 二叔你这要是在做什么呀 小妹 青天白日的缠着我 我也没有办法 管这人老了 脸皮会越来越厚 连这种珠宝不柔的混账话都能说得出来 混账东西 你看妈聊二叔 应该庆幸的是你是我二叔 换做是别人的话 你的脑袋早就分家了 我警告你 别再插手公司的事 别再插手公司的事 否则 不管有幸福的事 爸 你怎么了 他又来药物药物了 那个小畜生 春天给我反着干 爸 你说他这么咄咄逼人 是不是知道当您的事情了 不可能 当年的车祸 我只是没有提前告诉大哥大嫂而已 是没有些人要他的命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可南宋他不这么想 肯定会把所有的账都算在爸爸的头上 哎 你这么说也对 看来我得收拾他了 告诉给那些人 哎 对了 你和金江源的事怎么样了 他不老师 又背着我养了个狐狸精 他还敢叫他两只船 他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多情了些 而且他现在也没跟我提分手 那些小三小四的 他顶多就是玩玩吧 反正秦太太的位置 早点都得说了 你这么想就对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小贱的妇 可是他们跟手都换了 我现在都找不到他 放心 秦家这种家庭 婚事他说了不算 还得他脑子说了算 改天我给他脑子出来谈谈 谢谢爸爸 还是爸爸对我最好 你和秦家元的婚事啊 试开谈上日程啊 欢迎大家参加南氏珠宝的新品发布会 亏别三年 只赠我们的新品有两款 左边这款叫做新门 寓意 唯愿你来推开我的新门 右边这款叫做命门 寓意 若无人从我做公主 让我变做自己的女王 真漂亮啊 好想买下这枚戒指 戴着竞技很有话吧 不愧是男士珠宝 到底是中生的女孩 等一下 这款命门的戒指是抄袭 男士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不会是抄袭吧 这可说不准 如果是抄袭的话 再票门就不能买 这场正面门的 是 这位先生 你说我们公司发布的新品 是抄袭 请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有证据 你抄袭的 就是著名玉兴大师 十年前发布在网上的 天哪 这也太像了吧 失望透顶 没想到 男士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竟然抄袭玉兴大师的作品 他们就是趁 玉兴大师退隐江湖 才敢偷梁换柱 简直是行业支持 抵制男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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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势记又伴つ 怎么样 我今天这个造型 如何 嗯 相当帅 太太要知道 你先亲自来参加发布会 一定会感动的 小心 原定谨慎的 加薪 谢谢余总 李自然住房 李自然住房 怎么回事 有人闹发不会 男总帮我去查人 余总 你可得护着我们男总啊 有我在 放心吧 李自然住房 郑先生请留步 李自然住房 等等 你是李同生的司机 余总 你怎么来了 我当时来恭喜你的 现在可不是恭喜的时候 刚刚这位先生呢 说男士珠宝 推出的新品是抄袭 对吗 对啊 抄袭吗 说嘛 把玉星大师十年前的作品 改吧改吧 跟新品发送 玉星大师同意吗 既然有人提出质疑 那我就代表 男士珠宝回应质疑 这款命门戒指 其实是跟玉星大师合作的 既是男士珠宝 回别三年的新品 也是玉星大师修学三年之后 再付出的加速 不说 谁不知道玉星大师三年前就被你了 北城的玉士集团 请玉星大师三次都没请不上 你说请就请 说得对 玉星大师她老人家是什么身份地位 岂是你说请就能请的 我看这男大小姐是仗着玉星大师不上网 随便乱说的吧 男士集团这一次可真是吃大了 男总 有本事把玉星大师请到现场说明情况啊 好啊 那在座的各位可看好了也听好了 玉星大师就是我 男总 你他不是疯了 你说你是玉星大师 他怎么可能是玉星大师 玉星大师不是个老头子吗 玉雕协会会长 白老前来祝贺 你终于等到出山了 唉 我这休息够了 不想着出来 再进步进步吗 你这丫头太谦虚了 白老 男总她真的是玉星大师吗 玉星大师她不是个老头子吗 谁跟你们说 玉星大师是老男人的 玉星大师是美少女 男大小姐就是如假包包的 玉星大师 怎么啊 来人啊 把这闹事的人给我拉到公安局去 你真的就是玉星大师 你真的就是玉星大师 今天的事谢谢你啊 你可以走了 好久没见了 真没想到你回来 找机会咱们再担聊 以后再去 我先走了 唉好慢走 太太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想到她就是玉星大师 而且我们之前找玉星大师合作 几次都没合作上 没想到一直就在你身边啊 讲心 玉总你真有点太鼓励了 去 给上面的人透露点李龙生的把柄 把人给我抓进去关着 感动我的女人 感动我的女人 火腻 是 我马上去办 来 哎 张总 您藏得太深了 您居然就是享誉中卫的玉星大师 行了别拍马屁了 这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闹事的人是李龙生的司机 受李龙生的准确 不过 李龙生在半个小时之前 因为涉嫌经济犯罪 被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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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应该是玉总的 玉总挺在乎你她 谁要不在乎 大家辛苦了 请大家喝点咖啡 吃点点金 谢谢你喝点咖啡 谢谢你总的点心 随意 你也辛苦了 吃点东西吧 你 赶不过来 遇见完你有完没完 你先冷静一下好吗 听我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你一个人消遣我还不够吗 还要动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一起来对付我 我没有想消遣你 我也没有想要对付你 我只是想要帮你而已 玉总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之间 不会再有任何渴望 我知道小松 过去三年 是我对不起你 我对你有亏欠 所以我想弥补你 你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李静雯 我现在 只想守住男士集团 我不想我父母 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 毁在我手里 我知道啊 所以我在帮你 我把你的新品链接 发到我的家族群里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 你放心 我可以跟你一起 承担人生的风雨 你可以跟我一起承担 人生的风雨 郁静雯 你知道吗 我南宋这二十多年来 都是顺风顺水 父母宠着 哥哥护着 从来都没有受过半点委屈 我人生中最大的风雨 是你给我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怎么样 人红好没有 看来进展并不顺利呀 我刚看新闻 南宋居然还是玉芯大师 这可不好红 不过没关系 哥们一会儿给你吃一招 一会儿有场暴雨 你再来个苦肉剂 你再来个苦肉剂 男宋居然是 男宋居然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也不像下雨啊 富裕这个人 真是太不可谱了 来就来了 大青年站在那里撑上送花 神经病啊 我的天哪 原来是余总 太帅了吧 大白天在这里举伞追漆 太穷摇太绝了吧 是啊是啊 好甜好虐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动追漆嘛 好羡慕啊 玉京文你有病吧 又来送花 只要我不敢敢 敢敢的就是不认 不是 余总 余总 余总老给你出送收主意 像这种老疗牙的戏嘛 我上学的时候就不用 挺多 如果是别的女人的话 肯定会吃这一套 小宋 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看来我得换个做这个方案 你给我约白七少 嗯 小宋 今天看到你的新闻 也还好吧 谢谢余阿姨关心 我挺好的 高跟鞋穿了一天腿酸吧 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个腿部按摩仪 你睡前用用 余阿姨怎么知道我今天穿了一天高鞋啊 不会真像过后说的那样 这微信是郁静雯呢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郁静雯那只能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敢了解放 嗯 谢谢余阿姨 郁静雯 郁静雯今天请我过来 不是想担心的请我过来 白七少 郁某人呢 愿意用三个小项目 来换一些小宋的资料 还请白七少可以通融一下 郁总 我又不是吃里扒外的人 不过 我二哥既然都开口了 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我要五个下午 成交 原来你都知道 我就知道 你是关心我的 推老婆嘛 脸比后脸 这不算什么 你不是说我不够了解你吗 我 去了解你的一下 我知道 你有五个哥哥 都是 同母一父 白七少 是你最小的一个哥哥 全家 公子 犬爷谦 是你的二哥 影帝赫生是你的三哥 还有一个大哥和一个四哥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记住 我也没有见过 不过 我以前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家庭关系 是我误会你了 是我误会你了 我给你道歉 那 准备喝水 我走了 我 诶 郁总 这么快 我会又被太太赶出来了 我会又被太太赶出来了 诶 郁总 郁总 你怎么了 诶 郁总 你怎么了 脱衣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扶我去吃吃 我休息会 诶 郁总 你接着这样马上送你去医院 去医院 这个臭小子还挺脊弱 诶 医生 老板怎么样 初步判断是脑部肿瘤压迫神经 同时脑部还有血块 病人是不是头部受过医院撞击 是 他身体也出过车祸 情况比较复杂 先去办理住院吧 郁总 你可吓死我了 你要是有事 我怎么跟太太还有老师兄交代 闭嘴吧 闭嘴吧 乌鸦嘴 要浮起来 好了 没事了 回北厂 郁总 你还需要注意观察一段时间 你怎么来了 看郁总晕倒了 出于关心就来看看 谢谢关心 不过 我进医院这件事 你还是不要告诉小宋 那是当然 看到你没事儿 我就放心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你跟医生说 我进医院这件事儿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 大姐 你看我手上的戒指 好不好 看一下 嗯 还行 怎么叫还行啊 那可是圆哥真的去意大利 逛见了整个佛罗伦萨 今天挑戏选的补课还算质呢 你小心一点儿 别死在他身上就行 你真是嫉妒了吧 不过呢 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绣戒指 我是来送洗帖的 那 我和圆哥的洗帖 下个月8号 你记得来参加哦 不好意思 我很忙 没空参加 南宋 你必须来参加我的婚礼 你不来 就是嫉妒我 就是来喜欢圆哥 哼 你就算不来 我绑一会被你绑去的 走开了 别找到 完� 走开了 你 不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郁总 您确定要改遗嘱吗 确定 就按我说的写 好 郁先生 您脑部的肿瘤判定为恶性 医院建议您尽快手术 如果不做手术 生存周期是多久 六到八个月 知道了 郁总 按照您的要求 已经将六处房产和 御市集团所有股份 全部给到前期南宋女士 您购入 我名下 还有一间博物馆 把管理权 也给南宋吧 好 你帮我补充上 好的 郁总 你把这么多财产 都给前妻 郁佳仁那边 会不会不好交代啊 没有人敢反对的 只是希望 到时候我那个前妻 她不要嫌弃财产 郁静伟 你这是在干什么 妈 我和秦律师在 对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你少骗我 和秦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秦律师 你先出去 妈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 我怎么知道我的好儿子 瞒着我立遗嘱 生病了 不看病 躲在家里立遗嘱 连亲妈都瞒着 妈 您别激动 立遗嘱是老爷子生前就立下来的规矩 每年随着家里的资产的改变 每年都会有所变动 今天 你看 这是凑巧了 凑巧 儿子 你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 你在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你要是再也不坦白 我现在就给小松打电话 他有的是法子治理 爸 您别跟小松说好吗 您给儿子 最后才有点力了 好吗吗 这就是命啊 妈 之前建立了这个手机 可能后来我也用不上了 小花瓶 我的傻儿子 喂 小松 下班了吗 下个月八号 有一位婆婆生想起你 来家里吃饭 你有病吗 不过到时候我会给外婆 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祝她生日快乐 这样 要替外婆谢休呢 对不起啊 月阿姨 让您失望了 大姐 你来看见我的婚礼 能不能刺扫我一点啊 对我来说 好像我也不困扰 你就是故意的 不是你把我绑带的 我都说了我都参加一个婚礼 这儿怕我万一出现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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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今天就算再漂亮 不可能一个我的 我就是要让你在现场 看着我被原则结婚 气死你 你真的太高兴了 那么换啊 大姐 你可不如离开酒店了 小宋 小宋 你来了 放我手 小宋 我是被逼的 你要不是愿意嫁给我 我把南亚拆了 现在就娶你 还不放手是吧 你这戒 你把我打伤 我怎么出起婚礼啊 我信 你 笔 你怎么来了 你的好堂妹 也给我发了清贴 看来他真笨着 叫你前面养人主编 待会儿看好戏 你俩早到了 哎呦 今天穿的 蛮搭的呀 不知道的 还有一个 一两岁的婚礼 闭嘴 老夫老妻就是有 臥气 真高兴 余总和傅小爷 都来参加个婚礼 我面子可真大 傅小爷 我今天 美吗 好 好一般 就多余问你 大姐 你年纪比我大 还离过亿 按理说 这个捧花 不该你嘛 但是看在你说 堂姐的份上 我待会儿给你一个 强捧花的机会 给你 不要 拿着 这我信 虽然你会找到一个 还你一辈子不信任的男人 哼 余总 你这也太霸道了 这是我的手捧花 哪有这么硬抢的 闭嘴 这是人家老遇得一片心意 你去拿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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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有话给你说 你不说你过来的 我 我 我还是想要进行 你干脆跟他问我实话 之前你用火柔剂 这次也用 说不定 他就新闻了 我又要给你 我又要给你 我又要跟他说 我又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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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你也不懂 不是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我就受不了你这矫情劲 我说你俩能够演的吗 不能 各位宾客远道而来 婚礼即将开始 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谢谢 郑正恩 你今天脸怎么这么抬啊 老郁先擦了点粉 还点很正常吧 对吧 小爷我啊 参加这么多次婚礼 还有头一次没做第一排呢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 高汉介绍 有请新郎新娘 等一下 来人 保安哪 把这肤肉给我赶出去 那就可小心些 我肚子里怀了秦少的孩子 烧了我不要紧 烧了他你们可担待不起 秦儿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这是报告单 考不信你的 是在郊外的那个晚上 车离那次 这女人是什么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竟然把不三不四的女人 往这里带 成心上脑子丢脸是不是 爸 她怀了我的孩子 你很快就有孙子了 孙子不孙子 以后再说 今天你必须得把这场婚礼给我举行完 等把这个婚礼举行完以后 你爱举几个是几个 我不管 怎么回事 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女人 还说怀了亲缘的孩子 文君兄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老弟啊 别激动 这 很可能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闹剧嘛 你看这么多人等着 这个婚礼总得要举行吧 别让人家看了小花 贱人 居然敢跑到我婚礼上来瞎眼 看我们打死你 你这堂费还挺有意思啊 不愧 我这红包给的不愧 真太精彩了 是啊 郁总当年那场世纪婚礼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记录有心的 看来你还是很在意啊 谁在意啊 那你再不听 你能让我打去西方走吗 谢谢 我出去看看 你别多紧密 你找人 守会期待就要出去吧 好 南娜小姐 也来无量啊 小丫头 只要你跑 配合我抽血 我定保你平安无事 咬我 弄死你了 南娜小姐 还是跟当年一样 天真 我一说 有你爸妈的遗物 你就自己过的 其实 并没有什么遗物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抽干你的血 我当然知道 没有遗物了 我跟我的哥哥们 找了你三年了 你终于出现了 你耍我 你耍我 守猪带兔而已 那就看看谁的手段高 那就比比谁的刀快了 你快站住 站住 当年你臭的血 现在 我要让你全部都还回来 他娘呢 你弄死你 住手 没事吧 没事吧 你 你 你说 你 你 你 别着急 这一共车再来的路上 放心吧 你前面有人 他跑不了 好了你别说话了 小嫂 你对不起 原谅我 好吗 小松 对不起 原谅我 好吗 好 我原谅你 你说什么我都原谅你 挺住 别睡好不好 我 拒绝人家 挺住 别睡 别睡 过来人 有没有人 别睡好不好 别睡啊 雨晶 医生来了 医生来了 你快 别动 你知道我是谁 我要亲自你来做手术 葛瑞斯教授 您现在的状态不适合 请您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尽全力抢救于先生 那就拜托你们了 你今天是葛瑞斯医生 老鱼之前的车祸手术是你做的 老鱼之前的车祸手术是你做的 你俩真是年运 希望老鱼这次 不会变成老鱼竿 这样 他就会知道 究竟是谁救了他 小车 哥哥们 你们怎么都来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们能不来吗 大哥和三哥四哥也在往回赶 别怕 二哥在 没事了 医生 怎么样了 抱歉 我们建议 不是 人送起来的时候还有呼吸 他明明有气的 怎么现在就救不活了 怎么回事 教授 郁先生的伤口刚好在心脏 我已经说了我要亲自给他做手术的 是你说的 你要给他救活了 现在 现在为什么要救不活了 教授 郁先生不仅心脏有伤 脑部还有过性肿磊和血块 就算神仙也救不回来 什么 恶性肿磊 你知道 他患肿磊的事情对不对 是 上个月前我查出来了 是他不让我告诉你 乔哥你也知道对不对 好 你一个个都知道就瞒着我 行了 既然他有心想死 叫他死好 教授 这是郁先生手术室 紧紧拽在手里的东西 他叫我一定交还给您 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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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你出车祸 可是我花了三个多小时 将你身上的骨头 一块一块的拼接起来 你最讨厌我的时候 我都没想过让你死 可惜他也会死 你都还没有得到我的原谅呢 你凭什么死啊 玉琴文 你休息啊 我死了 二方 他真的死了 他真的死了 对吧 老玉 之前我们在部队 经历那么多事 都没事 这次这么一个小事 都挺不住 这频道 开始起来 玉琴文你真的太混蛋了 你知道吗 十年前你就不应该救我 我也就不会爱伤你 也就不会跟你结婚又离婚 是不是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意外 你说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在两个不同世界 生活着一北一南 多好 阿姬 我爹 玉阿姨 对不起 小悠 小悠 说实话 我也挺难过的 玉琴文在那段婚姻里面 对小悠不好 但他生前也是极地弥补了 现在连命都活出去了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人都死了 不管他生前对小六做了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小六能够重新振夺起来 男哪 一个他爱了十年的男人 最后去以这种方式结束的 换谁谁承受得住啊 唉 咱们家小六真的是太难了 你们父女俩来干嘛 哈哈 听说大子女运了吗 我正好在医院 顺便过来看看 关心一下 这里不需要人学生家里 滚住 白鸡舌冤枉我了 我是真心关心大子女 他要是倒下了 整个男士集团就倒下了 二叔 让你失望了 六叔你醒了 大子女你说了什么话 二叔就是看到你没事就放心了 二叔先走了 你给我站住 大哥我把他给我拦住 你知不知道 郁静文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你跟乔冷通风暴行 你也是帮凶之一 乔冷的身上 背了那么多的人命 都是大命人命要命 你和他之间那些秘密和交易 等着去监狱里好好地说吧 二哥辛苦你了 把他带到今天出去 不是我呀 不是我 不是我 你放过我 把你搞出来 你放过我 把你搞出来 郁静文 我们终究有过一段回答 送你回来 是对你的成全 是对我的成全 但做什么 但自己准备去 去 金哥 金哥 你就这样走了 留我一个人在市上 我该怎么办呀 你在那儿臭女人 赶紧滚吧 别让你的眼泪 撞到我儿子的地方 鼻儿阿姨 你就让我为金哥 哭一回吧 你就别再演戏了 你请到媒体我都看到了 你演得再好 你今天一张照片 一个新闻通告都发不出去 岳阿爷 算你好 可你就遇见文武的儿子 他这么一早 你就绝后了 可是我的姑姑 还了你前夫的儿子 那家人正在开心 都没空来参加你这个儿子 葬你 太过分了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这个贱人 你信不信我告你 尽管告 我奉陪 周轩 玉金文是美的 可我在 只要有我在的一天 你就别想欺负玉家的人 岳阿姨她是美后 我就是她的后 以后 再有我这个女儿 为她养老送终了 快滚 小小 谢谢你 玉阿姨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以后有什么事你 随时跟我说 我随校随到 小小 找你结束以后 留家里她们 她竟留了一份遗嘱 遇到她里 她竟然 提前留了遗嘱 妈 知道了 人都到齐了 请就是开始吧 立遗嘱人 于静文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玉公馆归本人的母亲 玉凤娇 女士所有 城南锦绣华府的一处房产 同锦绣华府十一栋二单元一柱 以及南城雅宋公馆 五栋小洋方一处房产 皆归五前妻 南宋女士所有 静文博物馆的管理权 归于南宋 除此之外 本人名下所有于氏集团的股份 归南宋 本人若因意外去世 希望南宋女士 能够看待相识一场的份上 接下于氏集团总裁的位置 静文 感激不尽 房产这些呢 我没意见 阿俊爱给谁给谁吧 不过 意识集团的股份呢 妈 这是阿俊留的遗嘱 她怎么分配是她的自由和权利 咱们都老了 管不了了 郁建文她有另一处的权利 我也有拒绝遗嘱的权利 我来了 你听了 就不打扰你们的叫声 老婆妈 告辞 小宗 等一下 我有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呀 这也算是阿俊的遗物吧 这个手机以前是我用的 后来阿俊要了去 密码是你的生意 总之 你打来看看就知道了 你瘦了 这样更帅不是吗 没想到 老玉把集团所有股份都留给你 你怎么想 郁建文不欠我什么 离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现在也没有要的必要 依我看 你就拿着呗 反正 你照顾了她三年 付出了这么多青春 她要给你 你就要了吧 你真的是郁建文的好兄弟吗 那当然 对了 老玉走之前 给了我一把家里钥匙 说一定让我亲自带你去看看 说有东西要给你 是还给你的 好香啊 像谁最喜欢的味道 郑总 你来看看这些是什么 给小宋的生日礼物 给小宋的圣诞节礼物 给小宋的圆诞节礼物 她只是把你所有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给小宋的圆诞 给小宋的圆诞 你说 她是不是故意的 过去的三年里 我每年都会给她准备结日礼物 她现在是照着我之前的样子 她现在是照着我之前的样子 统统还给我了是吗 郁建文你干嘛呀你啊 过去的三年里让我痛苦的是你 现在让我痛苦的还是你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小宋 你放下吧 放下吧 放下出来就好了 郁建文 乃宋 以后有什么 我都帮了你 有什么事 你跟我说你找我就行 乃宋 乃宋 郁建文 郁建文 小廖 小廖哥在哪儿 小六 郁建文已经死了 可你终究还是要活下去了 因为你还有爱你的家人 你还有许多要履行的责任 二哥我知道 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时间会治疗一切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往前看 别回头 哥哥们会陪着你 二哥把手机给我 手机在这里 小廖 我回家 哥等你回家 乖乖 今天是联合国纪念语和解日 送你几束花 希望你开心 小宋 下班了吧 工作不要太累 回家注意安全 小宋 今天看到你的新闻 你还好吧 小宋 高跟鞋穿了一天 腿酸了吧 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个腿部按摩仪 你睡全幼幼啊 南总 又有人给您送花 这次应该是郁总吧 乖乖 今天是联合国纪念语和解日 送你几束花 希望你开心 这个狗男人昏都零 跑过来装什么神情 装什么念念不光啊 你还装成余阿姨 像我 在用这风 atoms ジュuld 看机会 尼键文 你凭什么说死就死 说死就死啊 你不是要给我补偿吗 你不是还要跟我和他嘛 那就活过来呀 活过来呀 尼键文 小宋 醒了呀 我刚醒别乱动 她醒了 不过是我闺女写的男人 救什么医院 也不看她是谁出的手 我老婆真厉害 此人到底就好 老婆也幸福了 今晚做红烧肉 奖励老婆 小宋的爸妈居然没死 如果小宋知道他们还活着 该有多高兴 你先去做饭 我跟这小子谈点正事 哎 好的 虽然我把你起死回生了 但是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你 我知道 我闺女嫁给你三年 也就欺负了他三年 这个账我是一定要算的 你就做好被我折磨的准备吧 月母大人 我认为你处置 朋友们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剪彩仪式啊 让我们掌声欢迎南市集团南宋女士和富市集团富裕先生为我们俱乐部剪出一条辉煌蓬河的发展之路 好 好 好 出小子 出小子 害我家伙人还做饭 我杀了你 哎 这 这 当小爷不存在是吧 晚安 带你去 杀了你 出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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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 你没死啊 安心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你混蛋你还活着不跟我说 怎么了 余总 余姐们 余姐们怎么了 啊 快点救护车快 余姐们 你的意思是 有人给她做了心脏手术 剪回了她一条命 但是没有给她做脑部手术 所以 她的肿瘤还在 是的 目前仪器检查的结果是这样 病人这一年都在承受头痛折磨 到底是什么人啊 要这么折磨她 是我 我 小六 妈妈 终于见到你了 妈妈好想你啊 妈 小六 爸爸也想你 所以妈 是你 救了她姐 妈妈怕你伤心 所以就救活了她 但是妈妈也气她 欺负了你整整三年 所以 我就没有帮她摘除脑部肿瘤 让她痛 妈妈帮你报仇 小六 爸爸也帮你报仇了 爸爸死犯了那小子一年了 谢谢爸 谢谢妈 小六 妈妈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你 就看你 愿不愿意原谅 那个曾经伤害你的男人了 我会亲自给她做手术 准备开始手术 你不让我玩 别想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啊 你不让我玩 我死不死 我也让你 知道 你表示一下 你气得到 啊 啊 相信我 啊 你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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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呼吸